今晚的月亮真漂亮 像白色的盘子一样 是啊 外边也不刮风 我们坐在外边 一边看月亮 一边吃东西 怎么样 好啊 我先把桌椅搬出去 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 我们听叔叔阿姨 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太好了 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 不用打了 你听外边的声音 一定是大山